爱迪尔珠宝 他自诩居家好男人 我觉得他对待家屋这一块 自己家里面 用的比如说漂漂亮亮 干干净净的 他一心要找友房男 那边房子是买了好久啊 那边房子是安静嘛 实地参观能否令他满意 双风亲友团的加入 是否会影响相亲结局 我不喜欢那种 门里刺不开躲不开 两人最终能否牵手成功 他是上过节目的刁蛮女嘉宾 这一次上节目是否会有改变 上期节目上来呢 我对自己的反思也比较多 但为何还是出现诸多状况 最终刁蛮女能否赢得暖男心 凡人游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爱情靠争取 我也不放弃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戏 我是教育特派员一南 首先要感谢爱蒂尔珠宝 特约播出 同时要感谢志安医生 幸福一世 感谢周志福珠宝 为我们节目所提供的奖品赞助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这位男嘉宾呢 大家一看就非常的熟悉 是因为他曾经来过我们节目当中 他是一位年纪24岁的计算机老师 至今呢只交过一位女朋友 据说还是在大学的时候 那他到底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大家好 我叫杨翔杰 新年24岁 来自重庆南川 先居住于重庆南岸区五公里 我的工作是计算机电脑这方面 然后月薪在四千多 本期交入男嘉宾杨翔杰24岁 计算机软件讲师 工资四千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大家是否对这位男嘉宾比较熟悉呢 杨先生几个月前曾参加过凡人游戏 称自己是CPUi5的配置 拿电脑最核心的那种CPU来比喻的话 最高配置为i7 现在我应该可以算得上一个i5吧 当时他对女嘉宾的要求是 一 年龄二十到二十七岁之间 二 身高一米五六以上 三 有孝心 爱心 尚进行 四 不去夜店 五 相貌过得去就行 根据她的要求 我们为她物色到了一位活泼俏皮 在银行工作的女嘉宾文小姐 女嘉宾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 而男嘉宾完全没有注意到她的点 我跟你说嘛 我感冒了 还没发现吗 你就应该直接让她做清汤的嘛 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清汤 火锅都有鸳鸯锅 冒菜怎么可能没有清汤嘛 虽然杨先生尽力争取 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虽然说没有最后牵手成功 但是我个手 经历过上一次相亲的她 有没有总结什么经验教训呢 我大概终结了一下 上一次牵手失败的原因是 可能在于有一些细节方面 没有足得到尾 让女嘉宾产生了有一定的反感 有一定的情绪 那么在这一次的相亲过程当中 我一定会多注重 多观察一些细节 然后争取把女嘉宾拿下 再一次参加凡人游戏的杨先生 在择偶要求上有什么变化吗 在女嘉宾的要求方面就是说 女嘉宾的年龄一定要比自己少 不能够比自己大 综合来看杨先生的择偶要求是 一 年龄不能比自己大 二 身高1米56以上 三 有孝心 爱心 尚尽心 四 不去夜店 五 相貌过得去就行 根据杨先生的要求 我们为她物色到了一位温柔善良 并且年龄与她相仿的女生周小姐 大家好 我叫周庆梅 今年24岁 来自四川广安 现在目前从事餐饮服务行业 工资差不多三 两天到三天左右 我的心情还好 就是大多数一般在家里 还喜欢女友 逛街 本期交友女嘉宾周庆梅 24岁 四川广安人 从事餐饮服务行业 工资两千到三千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年轻貌美的周小姐 有着怎样的过去呢 以前有过一段感情 差不多两年多 然后就因为男嘉宾 在一个上次事业的阶段 比较忙 所以说就导致感情 有点发生了变化 周小姐的上一段感情 是因为男方工作太忙 而导致分手 在这一段感情中 他会不会有特别的要求呢 我的最要求就是 男方在重庆有套住房 还有一个稳定的事业 希望男嘉宾能会住房 会做一点家务 然后虽然我不会住房 但是我会帮你打下手啊 做一下其他的家务事 都可以 综合来看周小姐的所有要求是 一 在重庆有住房 二 有一个稳定的事业 三 会做饭 会做家务 庆美的要求 男嘉宾都完全符合 两人的匹配指数高达85% 如此搭调的两人 见面后会不会对彼此有好感呢 站在我旁边这位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小杨 你好 你好 听说你做菜很厉害 一般般吧 就是自己平时 还是比较习惯于自己弄来吃吧 你知道现在 特别是我们的男嘉宾 会做菜的话 绝对是在追女生当中 一项非常好的加分项目 对对对 你觉得这样会给你加分吗 应该会吧 有的时候太累了是吧 这些我可以坐下来 然后坐到她面前 让她自己享受 小杨绝对是一个 情商很高的男人 今天如果要和我们这位女嘉宾见面的话 你区别其他男嘉宾的优势点是在哪 我觉得还对待家屋这一块 我自己家里面 弄得比如说漂亮亮 干干净净的 我觉得这一点也可以作为加分项目吧 总结你刚才说的话 他是一个居家型好男人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 让你好好在女嘉宾面前展示你非常居家的 暖男的一面 现在呢我们的女嘉宾已经在那边等待你的出现了 接下来你就去亲自接到她 好吧 好的 女嘉宾面前展示你自己的男嘉宾 女嘉宾面前展示你自己的男嘉宾 男嘉宾面前展示你自己的男嘉宾 男嘉宾你好 我叫周青梅 来自四川广岸 今年二十四岁 很高兴认识你 我对女嘉宾的第一印象还是不错的 很好 感觉觉得有演员 希望能够邀请她到我家里面去参观 坐一下 休息一下 因为我家就在附近 很近 第一次见男嘉宾的 长相方面还是身高方面 都算还算可以 但是 男女嘉宾的见面 被一旁女嘉宾的闺蜜看在眼里 来听听她怎么说 亲妹还是比较一个 性格比较内向的人 平时也不这么爱说话 感觉这儿男嘉宾 性格还是有点活泼开朗那些 我比较看好他们 各位观众们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我们的男嘉宾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 而且那期节目给我的印象也蛮好的 是一个相貌清秀 踏踏实实的年轻人 不过我们的女嘉宾 是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 之前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听到她说了一句话之后 我突然有一种不小的预感 因为她说 我觉得男嘉宾还是可以的 但是她很像我之前 我们家里给我介绍的一个人 我的话说到这里就是点到为止了 可是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她的话的本意 我们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 男嘉宾同款的 但是我拒绝了 不然的话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所以今天这个同款的男嘉宾 是不是能够赢得我们女嘉宾的心 我觉得现在还真的是要打一个问号 为了展示自己的优势 杨先生把女嘉宾带到了家里参观 这是厨房 厨房 后面那门是干嘛呢 后面那门 后面是一个好打 这里是车座 这个门打开 这个是 这个是死我 当然 这里面 空的 空荡荡的 这里是我的卧室 我想休息的地方 空荡荡的感觉 很简单很简单 带女嘉宾参观完房间的杨先生 立刻去给青梅切菠萝 这个贴心的小举动 会不会为她加分不少呢 经过几个小时跟男嘉宾的接触 发现她这个人还是比较独立的一个人 希望在接下来一个时间段 可以好好的一些了解一下 刚才参观完这个我们男嘉宾想要的家 现在呢我们先坐下来 坐到她家里好好地再聊一下 然后待会儿看要不要一起做个饭什么的 好不好 深入了解之后的她们 会对彼此更加钟意满 上一期我上方的游戏那个节目当中 那个女嘉宾呢就是说 她对她的生活中 对人对死 上了一点挑剔那种感觉 我们去做一个游戏 去抓一个那个娃娃来刷 然后我都用尽我来努力了 用尽全力了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她想要的小过 她最后就有个不满意 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吧 这个不满意吧 还少去玩这些 这种游戏都是拼一定的云签 不是说一定非要抓那个娃娃 但官司两个人都比较喜欢 因为偶尽有这个情趣 就只要玩一下都可以 杨先生一来就说出了自己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的遭遇 好在今天的女嘉宾不再有公主病 两年的聊天也十分顺利 男嘉宾问出了自己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在石销铺 庆梅工作在渝北 这距离可不近呀 以后见面会不会不太方便 那庆梅会如何回答呢 如果你死我后面要一起发生 我又会愿意到那边呢 得到答案后的男嘉宾心满意足 可是庆梅好像还有些担忧的问题 要问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像比如我们两个个 都是不在 不是很近的工作地点上 像我周末心里的心里都没空 如果你周末心里的心里的心里 你会愿意从你工作地点来那边走吗 如果说我单位公司 我又准得到家 然后肯定过来 因为这个房子 我们后面要注意一下 如果我不喜欢的话会还吗 会呀 如果在住房那边 反正我不是很懂 但是可以帮我一大小的时候 哪方面你是会包容 男嘉宾家的厨房那方面 哪方面应该没有问题 男女嘉宾对对方的回答都十分满意 眼看到了午饭时间 女嘉宾提出要见识一下男嘉宾的拿手好菜 杨先生二话不说 走进了厨房 他说他说他不会让我煮饭炒菜了些 但是他在对家务这一块 还是我觉得 感觉很好 好 现在 他们两位正在厨房做饭 用你的眼睛去感受一下 他们之间有没有那种 就是以后能够生活在一起 那种感觉 因为面对这种做饭 肯定都是很厉害的 现在还是 黑红果鞋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从你的角度 女人的角度 我很感到 为什么那么烫 因为 感觉还是很不错 是因为他买了菠萝给你吃 好不想 素食啊 孩子很好了 然后很喜新 很热情啊 很打发 主要是大方 此时男女嘉宾正在做饭 家里却迎来了一位不素之客 男嘉宾的小姨来了 这会对两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你们人是哪个人呢 是 长官人 你在哪里工作啊 现在是在机场那边 江北机场那边 在站着呢 餐饮行业 因为我们这儿是在社交部都大学 大学时候我不都住 一个房子也是 我跟他看的嘛 参考的 跟我们一个小区 我们是山头还是街头 你觉得我们哪个子儿就会 还可以啊 从小外 妈老孩都在外头大工 他自己个人反正还是比较多的嘛 也比较懂事 小姨首当其冲 问起了女嘉宾的情况 女嘉宾也不甘示弱 句一句切中要害 你们那边房子是买了好久啊 我是 它是去年买的 去年买的 也是最重要的 是热线房子 但是觉得住家出行 很方便了 那里头房子是安全吗 不是 全款 全款 这个你放心 还有一个他们妈 和他们爸爸 有点远的在那边工作 意思是他们跟服务 都是分开的 就是只有到了过年 的时候讲他们 哎呀呀都是 他应该是跟服务比的话 还是你们一个小医 比较还是要轻一些 不是 应该会是 因为北京嘛 他的这都市们 真脆得过了的嘛 还有个 他个人比较耿直 他一个错事 比较像个学习花花 觉得 他这头疗的还行 他会说 他不是那种 真实在的 做一个玩意 跟说 我们温柔的女嘉宾 坐下来跟小姨的交流 到真的是 句句都切重要 还好比 就是非常直接 男嘉宾的那个房子 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是不是全款呢 以后会跟父母住吗 每一句话都是 直指未来生活的 重要的指标 至于说 她是不是对男嘉宾 感兴趣呢 我觉得目前还要 再观察一下 小姨和女嘉宾 深入交流之后 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小姨的想法 您从长辈的角度 来评价一下 今天这个姑娘怎么样 现在她们在家做饭 我们在外面 完全听不到 我们说悄悄话 好话 坏话 我们都要听 可以今天跟女嘉宾 因为我觉得 她比较大方 有比较小姐 因为我们家里 都喜欢那种 随和的 大方的 说让姑娘随和 马上来普通话了 好 你们家最不能接受 媳妇是什么样子的 我不喜欢那种 没人吃不开 躲不开 就是比较娇气的 我喜欢那种 落落大方的 待会儿 煮饭 或者杀个家 任何事情都做 但是做得好 做得不好 都是另外一回事 只好肯做 我觉得咱们老百姓 选姑娘就是这样的 就一定要接地气 懂生活 这个成家了 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得会做饭吧 是吧 有洗衣机 你能洗衣服吧 不要食指不沾阳春水 是吧 做不好 没关系 只要她那个态度 那您觉得 咱们今天这个女嘉宾 态度怎么样 今天这个女嘉宾 态度特别好 我给她98分 98分 满分100分的话 您就差两分了 好 现在我们回去看一看 她俩把饭做好没有 看来您还是很喜欢她的 她说我还蛮担心说 女嘉宾跟男嘉宾之间的交流 太过于功利 但是看到她们两个聊天 好像也挺开心的 做饭也非常的有默契 而且女嘉宾也说 虽然现在我们 这么三个奇怪的点 一个人在那个十条铺 房子又在南平 女嘉宾自己又在江北 但是也是愿意换工作的 男嘉宾也说以后 如果说实际成熟的话 可以换房子的 一切都在往着一个 很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说今天有可能 小姨会如愿以偿哦 男嘉宾的小姨给女嘉宾 打出了98分的高分 看来很是满意 与此同时 男女嘉宾那边的菜 也做好了 两人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呢 好 我现在要隆重地 介绍一下今天 另外的一位亲友团 我的头号粉丝 介绍一下你自己 叫什么名字 大家好 我叫陈后兰 你和男嘉宾是什么关系 表兄弟关系 你表哥平时做饭好吃吗 没四个 他都没有做过饭给你吃啊 你过去 你过去吃 尝一点点 好吃吗 好吃 觉得他发挥超长 有没有看到你旁边 那种饮食 看到了 怎么样 还行 还行啊 如果他做你未来表嫂的话 能过你这关吗 能 为什么 不知道 爱是没有理由的 对不对 这个突然出现的小朋友 又是男嘉宾的表弟 看来男嘉宾一家人都特别喜欢青梅 这么多亲友团的出现 会对两人的选择产生影响吗 好 刚才 跟你表弟在旁边聊天 他说我很怕 很可爱的亲友团 今天我们来个特别多的亲友团 有男嘉宾的亲友团 女嘉宾的亲友团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 你们双方的亲友团 给你们打的分都很高 所以现在呢 我们也想寻求一个结果 就是你们今天到底能不能够牵手成功 这饭也吃了 男嘉宾的家 我们女嘉宾也看了 男嘉宾也了解了女嘉宾 我现在先确定一下男嘉宾 小杨你的想法 你是希望他留下来 还是转身离开 是做你的女朋友 还是你们只做朋友 我希望他留下来 做我的女朋友 好 确定了你的想法 好 我们现在就要等你的回答了 家里钥匙带了吗 带 学生鞋带 这样吧 我们把这个钥匙先交给你 给你三分钟的考虑时间 如果说你愿意的话 三分钟之后 自动开门进来 你将成为我们小杨的女朋友 一起走下去 不愿意的话 请留下钥匙 明白吗 明白 做出选择之前 有没有什么想对她说的 这个时间的解锁 对你感觉 影响很好 很喜欢你 希望你能够留下来 我在考虑一下 跟我们其他商量一下 感觉怎么样 没有太多的感觉 感觉非常 同步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很幸运 你可以考虑一下 反正年轻 工作也比较稳定 我再考虑一下吧 跟闺蜜商量之后的女嘉宾 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两人会牵手成功吗 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 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 你觉得女嘉宾会走 还是会留下 应该会留下 紧紧抱在你的怀里 现在三分钟时间已经到了 你的小侦探已经走了 你可以去开门了 很期待 你去吧 下面是会呼吸的痛 他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笑了 笑了 你家宾没有在吗 没有在 没有在 好 不要气馁 来 给表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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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自信 不要放弃 加油 加油 来 打气 加油 加油 节目的最后 两个人是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为什么我给到 他们的建议竟然是点赞呢 难道说女嘉宾 这样的协无一直的点赞吗 其实女嘉宾也没说什么 虽然说我完全没有 get住她的点 我完全不知道 她为什么会 之前跟男嘉宾聊得那么开心 又说到什么换工作之类的 感人肺腑的那些承诺 但是最后两个人 竟然没有牵手成功 而女嘉宾给到的理由是 我觉得她像我的一个朋友 那么我只能说 你们两个人可能 至少说 男嘉宾是没有 激中女嘉宾的 心中的那一个点的 只是她不愿意 你说而已 为什么要说点赞呢 点赞是给到男嘉宾的 我真的觉得 我仔细观察了她 非常的棒 因为她是一个男孩子 单独住一套房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房子是收拾得很整洁的 而且不是那种 就知道我们要去 然后所以把它收得很整洁 因为一个房间的那种 井井有条的那种程度 你是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长期如此 但是偶尔这样 我觉得一个男孩子 能够有序的生活 把自己的那个 日常的那些点点滴滴 都打力得很好的话 这绝对是一个 非常强的自理能力 非常好的一个男生 这种男生 在我们生活当中 已经不多见了 然后男嘉宾的工作和外形 我觉得都是蛮OK的 实话实说话 我觉得配我们的女嘉宾 虽不说绰绰有余 那绝对也是很登对的 所以我都在跟编导讲 我们再物色一下 有没有更好的 甚至身边的朋友 来介绍一下给这个男嘉宾 所以电视机前的 单身女观众 如果喜欢这一款 经济适用型暖男的话 我认为可以联系我们的男女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第二队 她们能不能够牵手成功呢 她是上过节目的 刁蛮女嘉宾 这一次上节目 是否会有改变 上期节目上来呢 这我对自己的反思也比较多 但为何还是出现诸多状况 欢迎谈两名一点 这个打得好内容 最好看 刚刚都应该听我了呀 最终 刁蛮女能否赢得暖男心 凡人有喜 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有喜 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五 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拨打热心电话 68615868 欢迎有喜 我们的礼 好的 马上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相亲 第二轮相亲当中的女嘉宾呢 大家看到她之后 会联想到一个词语 就是说 没错 她就是上一期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 非常作的一个女孩子 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看 她最近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大家好 我是林可 很高兴又来到了凡人有喜 本期交友女嘉宾 林可 23岁 化妆师 工资3000至5000元左右 婚姻状况 未婚 大家是否对这位女嘉宾 还有印象呢 林小姐曾参加过凡人有喜 当时她的择偶要求是 一 月薪6000以上 二 身高比自己高 三 要对自己好 根据她的要求 我们为她物色到了一位 在猎头公司工作的温柔男嘉宾 李先生 男嘉宾对她百般迁就 可是林小姐的公主病 实在是太严重了 最终两人牵手失败 上一次节目中的牵手失败 有没有让林小姐做出一些改变呢 上期节目上来呢 我对自己的反思也比较多 我觉得自己的确实有很多问题 这次来的呢 就做了一些自我的调整 希望能得到男嘉宾的认可吧 再次来到凡人有喜 林小姐的择偶要求 有没有变化呢 择偶要求还是没有变化 还是想找一个 宠我的 对我好的 综合来看 林小姐的择偶要求是 一 一定要对自己好 二 月薪六千以上 三 身高比自己高 根据林小姐的要求 我们为她物色到了一位 暖男甜点师刘先生 大家好 我叫刘伟 今年二十二岁 现在从事的是甜点师 每个月的工资是五千一个月 本期交友男嘉宾 刘伟 22岁 甜点师 工资五千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年轻帅气的甜点师刘伟 有着怎样的感情经历呢 我没有任何的感情经历 因为我身边的女性朋友比较少 我是一个甜点师 所以说我平时的话 就比较喜欢研究 这个甜点的一些做法 如果说做我女朋友的话 她就一定会很有口福 这样的福利会不会让很多女生心动呢 她的要求林小姐能符合吗 我的择偶要求的话 就是身高一米五五以上 年龄的话 正夫两岁都没有关系 主要是漂亮就可以了 综合来看刘先生的择偶要求是 一 身高一米五五以上 二 年龄差在正负两岁之内 三 外形漂亮 今天的男嘉宾其实非常地有亮点 因为我知道有好多女生跟我讲过 很想找一个厨师或者是一个甜点师 来当自己的另一半 因为觉得可以吃不尽的美味 但实际上我知道有的大厨 在家里只吃最简单的饭菜 我不知道甜点师平时 有没有兴趣给自己的女朋友 变成花样做甜点 今天的男嘉宾能不能够经得起 我们的挑剔女嘉宾的挑剔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两人的要求都基本符合 匹配指数高达80% 俊男靓女的组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好 可可 我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你了 问你最近还喝巴黎水吗 怎么说呢 上一期的一些小的习惯 然后我觉得就是你们都说挺好的 然后我就试着尝试地改变自己 那今天呢 我们的编导真的很用心 帮你找到了一位非常体贴的男嘉宾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会给你这个机会 让你去和他见面 但是真的 听姐姐一句忠告 别太作了 再作的话就把别人给作跑了 那我们可以先偷偷去看一下 这个男嘉宾要怎样吗 我不想就这么像上次那样 就两个人这样比较生意 好 这次你就站主动嘛 好不好 好 待会儿呢 我们会悄悄地上去先看一看男嘉宾 好 好 加油 加油 各位观众 我们的巴黎水女嘉宾又来了 我真的看到她我就好担心 你这次又要怎么做啊 上次你是做得没够没够的 一男也问出了我的一个疑问 说你现在还喝巴黎水呢 姑娘回去以后也是经过了一些反思 可能巴黎水 苏打水什么的 我也不强求了 但是我还是要去找那个迁就我的人 这一点我倒是觉得没错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 这一生最追求的最重要的一个择偶的条件的话 那真的是不要轻易地去改变它 可可一来就提出要看一下 考验一下男嘉宾 而此时的男嘉宾毫不知情 面对考验他会如何应对难 你要不要进去 我就这么进去 你就说你是顾客买甜点啊 真的吗 反正美女都爱吃甜东西 是很爱吃甜东西 你说要考验她 对 那我就考验她一下 OK 但是不要太刁难人家 好好 你好 你好 你这里有什么饮料 我们这里的话有 真相伯爵和柚子马 但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两款 有白开水吗 有的 这边先坐嘛 你一倒过来 可可在门外观察了一阵 走进了店里 点了一杯白开水 看来考验要正式开始了 你好 你的水 请慢用 谢谢 好烫哦 不好意思 给你换一杯 你的水 给你换一杯 请慢用 谢谢 欢迎谈点 能用一点 再帮你换一下 倒一点点一半 然后加点热的就可以了 刚才在外面偷看 就是男嘉宾 然后我觉得 外形还可以 然后就是我觉得 后来就我故意 刁蓝了一下他 然后我觉得 应该是暖男型的 还不错 好 怎么样 怎么样 我觉得还可以啊 我故意刁蓝了一下他 脾气各方面的都 都没有看出来有什么 你以为呢 人家开门做生意 怎么可能得罪客人 那这样 待会我进去 我们进去正式地认识一下他 好 好 那我就先去换个衣服 OK 看换了衣服之后 他会不会对你 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好的 去吧 男嘉宾面对考验 表现得很是不错 让可可非常满意 等可可换身衣服之后 两人正式见面 男嘉宾会作何反应呢 这是我们今天男嘉宾刘伟 这是我们的可可 有没有一种 很熟悉的感觉 很熟悉的感觉 看一下 刚才的时候 来点了一杯白水 所以说印象比较深刻 心里面有没有生气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毕竟会遇到各种不样的客人 接下来呢 你们马上就要在这边 开始你们今天的约会和见面 好 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们 当时的都是 那个是我们 今天的女嘉宾的话 我还是比较刺激 然后他也是属于甜美心的 属于我喜欢你的这种类型 所以说我还是比较心动 男女嘉宾的见面还算不错 男嘉宾为了展示自己的长相 决定与柯柯一起做一道甜点 甜蜜的约会开始了 打蛋蛋的话 需要顺着一个方向 这样一直不停地打 不停地打 顺着一个方向 这个要提起来 这个打的好内容 这个好内容 这个好内容 要不你下去等我给你做好了 送下来 没打几下奶油的可可就觉得累了 在楼下等待男嘉宾做好甜点 这是你亲自给我们女嘉宾准备的 是不是 对 你尝一下 叫什么名字 抹茶叶子 是我们电影的招牌 也是你的拿手的 好吃吗 我觉得很好吃 什么味道 就是那种 有点像冰淇淋 但是就是入口即化 我会做甜点男朋友太好了 有这样一个人 坐下吧 你们聊一聊 男嘉宾做的甜点真的很好吃 而且他能够亲手为我而做 我觉得我还是很感动的 可可对男嘉宾亲手做的抹茶叶子赞不绝口 可是之后的聊天却不那么顺利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觉得你刚做的甜品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你们这个店的那个我觉得风格我很喜欢很浪漫 就挺有格调的 一个月收入多少 可可一坐下来就切入重点 让男嘉宾有点措手不及呀 你说是店里面的收益吗 对啊 这个的话要我们老板才知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不是老板吗 对 我不是老板 那你是在这个店里 我是店里的甜点事 那你在这里每个月多少钱 每个月的话有五千 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对重庆本地人 那你在重庆有房子吗 没有 假如在一起的话 我们住哪里呢 现在的话我们都很年轻 可以在外面住房子住 在火交流当中的话 他会闻到我一些工资啊 那些方面的事情 我比较有点反感 但是啊 他有所属于我喜欢联系 比较有奄远 那你是从事了什么职业的呢 我现在是一个化妆师 比较的时间的话 比较空余吧 那你就是说 除了上班以外的话 你喜欢做点什么 我喜欢在家里看电影 出去逛街 然后健身什么的 我觉得就这么做着 好无聊 要不我们出去逛一逛 可是现在外面 不是在下着雨吗 我们可以去香草玩呢 就可以吗 那好吧 男嘉宾聊天当中呢 他和我想象中的条件 有些输入 而且我觉得他好像 不太愿意给我出去逛街 他想出去 逛街 我平时的话 有时比较喜欢在家里面 但是女嘉宾提了 聊去的话 我还是成就他一下 和他一起出去逛街 如果不是女嘉宾 非常疑惑地问了 男嘉宾说你不是老板的 让人觉得气氛 为之一僵之外 其实我觉得香气蛮好的 真的特别是 就有些女嘉宾 你们上我们的节目 都可以问一下 我们今天香气的 这个男生的职业是什么 像甜点师这种的话 就一定要来录 因为可以免费吃甜点 而且还可以得到 很殷勤的照顾 虽然不太情愿去逛商场 但男嘉宾 还是遵从了可可的意愿 面对如此迁就自己的男嘉宾 可可会满意满 我们要不是去加娃娃吗 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买 如果我不想去加娃娃 为什么不想去啊 我不想要买 我想就自己加的那种 买都没意思啊 那自己加才有意思啊 可是这个加娃娃 它会有几率的 我不一定能够加得起来啊 没关系啊 真的 没关系的 最常是这样的 那好吧 我叫男嘉宾去抓娃娃 然后呢 他就是一直 就开始就不情不愿的 然后我也挺尴尬的 最终男嘉宾还是妥协了 这个甜蜜的游戏 会不会让二人气愤升温呢 抓那个吧 抓那个 中间那个 你就可以吗 是我可以抓得起来啊 没关系 试一下吧 试一下 那好吧 中间那个 中间那个 好 应该可以吧 那我真的要动一下啊 我觉得本来又要成功了 再试一下呢 我们越搞越远了呢 这个 对啊 就刚刚你应该再过来一点 他应该就能 就那个 不会甩出远了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呀 刚刚都应该听我的呀 反正都抓不起来 反正都抓不起来 如果想来的话也不能怪我 天哪又是娃娃 我真的是无语了 我觉得我们的女嘉宾呢 就是为了娃娃而生的 上一次的节目呢 是觉得 男嘉宾没有买大娃娃 而坚持送他那个小娃娃 所以他很怒 这一期呢 又是开始发作了 觉得男嘉宾没有帮他 抓到他想要的那个丑娃娃 那也是不行的 我真的觉得 我们的节目看得我好心累呀 观众朋友们 你们心累不累 遇到一个这样的女嘉宾 一定要跟娃娃杠上了 我觉得我们的男嘉宾 也真是不容易 像这样一个女生 你还有追求她的欲望吗 抓娃娃的过程并不太顺利 男嘉宾拼尽全力 也没有夹起来 可可会不会因此不高兴呢 现在还生那么多币 你们是确定不抓了吗 看你们抓了那么久 都没抓上来 这样我觉得抓不上来了 然后这个就不好玩 不好玩 你要不要再去试一下 就抓了吧 本来这个抓上来的几率就小 也不一定 也没有办法 那生这么多事给我吗 好 这样 你们现在呢也休息一下 看一看对方是不是合自己 待会儿呢 我们来做出今天见面的决定 好不好 今天跟男嘉宾相处 这一天下来呢 我觉得他脾气确实是不错的 然后但是呢 可能在他不擅长的一个领域下 他可能是不太愿意陪我去 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可能我会考虑一下吧 但觉得他今天确实 其他的很棒很不错 面对从一开始就心仪的女生 男嘉宾决定 争取一把 他会使出怎样的方法 来打动女嘉宾呢 好的 马上进入到我们最后的决定时间 如果有什么想要表白的 现在都可以表白 女嘉宾挺喜欢这个娃娃的 所以说特意去找了那个加娃娃的工作人员 然后把她买下来送给女嘉宾 男方的这个答案是确定的 现在就看你了 如果说我数出321之后 你接受这位男嘉宾的话 你就接过他的礼物 当然如果不愿意 你就转身离开 今天发生的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男女嘉宾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两人会不会牵手成功 三 二 一 请做出选择 不好意思 当然将军把娃娃拿出来的一瞬间 我还是很感动的 但是我不想因为感动而跟一个人在一起 感觉上呢还是差一点点 今天的最后我们的男女嘉宾是失败了 没有在一起 今天的两队都这样 现在呢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个点 叫做恋爱的感觉 其实这不算是给男女嘉宾的建议 而是对今天的两队牵手失败的嘉宾们的一个分析 恋爱的感觉听起来好像很悬 但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总结得非常非常具体 那就是这个人他有没有让你有冲动 想去更多地了解他 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了解他的过去 然后他的现在还有他的未来 有没有一种冲动 我觉得我想去牵他的手 我觉得他如果触碰到我 我一点都不会反感 我反而还觉得挺好的 我希望跟他更亲密一点 如果没有这样的感觉 那就叫做没有恋爱的感觉 可能今天的两队嘉宾 包括我们后来的小作小作的女嘉宾 这次都是有了很大的进步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最终却没有牵手成功的一个原因 祝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 让你们有恋爱的感觉 那么节目播放到这里 教育特朋友一南为大家播报一则线下活动公告 我们的重庆市首届婚礼主持人大赛 现在已经开始火热报名当中 只要你有梦想那就赶紧报名 只要您报名参加我们的比赛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专业团队的量身打造 更有机会获得我们重庆电视台都市频道 凡人游戏栏目的线下活动主持人 给自己一个家喻户晓的机会 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报名方式 拨打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获得自己的梦想 Hello大家好 我是乡亲特派员林欢 那自凡人游戏开办大型的线下乡亲活动以来 我们已经为众多的单身男女朋友 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有缘人 那么在今年的五月份 应广大观众朋友的要求 凡人游戏将会在五月二十号的当天 在重庆与北区的 立番红星国际广场的玫瑰天街 举办一场名为520玫瑰之约的大型乡亲会 那么目前人是单身的您 还在交接等待属于您的爱情吗 那就赶紧拿起您的手机 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 凡人游戏小红娘的官方微信 来报名参加吧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凡人游戏 我们等您 凡人游戏 我们等您 她是两百斤的胖小伙儿 为何却做了幼儿园老师 幼儿园体育老师的 民国街上情歌对唱 她的歌声能否打动美女芳心 这场今年很漂亮 女嘉宾为何提出这样的质疑 体力大考验 她的努力能否抱得美人归 她是温文素雅的婚礼司仪 为何却要扮演霸道总裁 面对她的精心安排 美女嘉宾为何却连连拒绝 特别的互动方式 能否让两人消除隔阂 最终 她的真情告白 能否成功牵手 凡人游戏 明晚九点精彩呈现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